我再不是一直也欢迎回到论频道 那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 到了咱们一周秋鞋开箱时间 今天在小说板上我们只会开三双鞋 最近呢其实股票市场表现还不错啊 所以最近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早在2022年年中的时候呢 当时经济有一些走下坡路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啊 在2023年呢应该会出敌反弹 那最近呢由于世界各地啊 所有的疫情呢基本上都全面解封 物流恢复啊海关打开 也对经济呢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 虽然呢大家也听到过 好多一些大公司呢也都在裁员 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在内 但是其实这些呢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那这些东西对球鞋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也很简单 当经济好的时候呢 下一步人们马上就会去消费 消费好了呢就导致 可能之后发烧的球鞋呢会越来越难抢 那今天虽然要开的球鞋比较少啊 只有三双 但是每一双呢都是晶片 好第一双呢看鞋盒就知道了 是一个ISB的Dunk Low 那这双鞋呢其实就是HALF的联名 那之前呢我的频道其实已经开箱过了 为什么又再次开呢 是因为呢之前Undafe的补货 我去原价抽签啊 没想到中了一千 一次开箱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过 这个鞋呢做了一个盲盒的感觉 如果你不打开这个袋子的话 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纽约还是旧金山 我当时呢直接买了一双旧金山 我给大家讲过 我就错失了那个开盲盒的感觉 那这一次呢原价中签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袋子呢还没有开封 那今天呢咱们一起来体现一下啊 这个开盲盒的快感 我确实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 我非常希望它是一双纽约 因为旧金山呢我早就已经二手买过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胶 很黏啊 完了 让我撕坏了 啊 又是一双旧金山 No 啊 这个虽然是旧金山安底自立体的重啊 但我还是心存侥幸会不会给我发一双纽约呢 啊 看来还是一讲天开了啊 我确实呢也没有仔细看他们instagram的post 到底有没有讲一定会重这个旧金山 以后可以查一下 这么弄的话确实还是有点小失望啊 哎 屏幕前的各位呢如果谁有纽约的这个八码尺寸呢 我们可以互相换一下 好那其实这双鞋呢上脚效果还非常不错的啊 那我基本上呢会把它呢用来上班去穿着啊 由于本身是一个黑白颜色的球鞋呢 加上一些奶油做旧啊 所以还是相对百搭的 就比如我今天穿的这支衣服 其实配这个鞋就很可以 好 下双鞋呢也是今天的重点之一啊 看鞋盒呢 上面写着MSCHF 那其实这一个呢是个缩鞋啊 它的全称呢应该是mischief 那其实这个品牌呢应该是2016年创建的 主理人呢应该叫gabriel 这个品牌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拿到了1150万美金 所以自2020年开始呢就推出了好多这种联名的球鞋 我相信呢大家在社交媒体上也都看过啊 比如说一双airmax97 在气垫里边呢放了一些水啊 它管这个叫holy water 包括之前呢大家一定都看过啊 一双the wavy baby shoes 怎么样 你是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过呢 那之后呢也出过一双类似于脚摆了 比如说打着石膏板那种感觉的球鞋 所以这个品牌呢除了球鞋以外呢 也出了很多其他类型的这种艺术品 最近呢风头正进呢就是一双红色的阿童木的靴子了 你是不是有在小红书啊或者是instagram看过这双鞋呢 好的讲过品牌历史呢 我马上回来看一下这双鞋 就是前不久刚刚发布过的supernormal 那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呢它其实仿造的就是air for sun啊 纯白的一个颜色 所以已经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所以才叫supernormal啊就是超级普通的意思 所以这个名字上呢也是很有趣的 之前呢发布过一双同款的纯黑配色 那一双鞋呢早就已经卖光了 这双白颜色呢其实现在看还是有货的 但我感觉还是挺好看的啊 同样呢咱们直接上细节 颜值分数呢一到五分低印象你会打几分 整个鞋面呢都是一个波浪纹的设计啊 依然采用了这种感觉 包括鞋舌附近都做了一个波浪纹啊 并不是对称的 那这个扭曲的感觉呢也沿用到了鞋带扣上面啊 越往前越扭曲 你看前面的这个鞋带扣金属扣呢 也做了扭曲的感觉 皮质上来说呢都是荔枝纹啊 看起来非常不错的 应该穿起来呢很舒服 回弹效果呢非常皱啊 主要是皮质比较厚的原因 你可以看这个侧面的断层确实非常厚 同样这个扭曲的质感呢也延续到了鞋底啊 就像是踩到水纹或者是踩到这种油漆 产生了不规则的波浪纹 那我很想点赞的呢是这个鞋垫 你可以看这个厚度啊 还是非常可以的 而且摸起来呢是种海绵质地啊 非常非常有弹性 穿起来很舒服 另外几个有趣的设计呢 包括脚号跟部位的logo呢 换成了三个感单号 也有一些扭曲的感觉 那鞋舌里边呢还印着这双球鞋的尺码 好呢说实话呢 像纯白的这种空军一号的鞋型呢 已经不知道被抄袭了多少次了 或者说呢不知道被多少个品牌抄袭过 那我反而觉得呢你要抄袭的话 直接来这么一个恶搞的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好那下一双鞋呢看鞋盒大家都知道了 是这个Bike Bunny 其实在我的频道呢早就已经开箱过了 今天呢也不想过多的再废话 这一次呢是在阿迪达斯啊 后来补货的时候抢到的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 首先呢带了一个很不错的鞋带 单独包装 同时呢有一个可更换的这个鞋舌 打开以后呢 里边还会有一层包装纸 我没开我都知道 然后把这个包装纸打开呢才是球鞋本尊 那这次抢购这个球鞋呢幸亏有这个社区啊 不然我当时在上班 没事的时候呢翻一翻这个社区的提醒啊 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如果当时没有翻的话 这双鞋肯定就错过不获了 虽然我发现了还是入场比较晚啊 也只剩我老婆的尺寸 并没有能够强加自己的尺码 所以呢又没有办法搭这个情侣鞋 我自己的尺码呢之前中签了 由于迟迟不发货 跟客服联系了以后呢就给我取消掉了 所以呢我应该是没有机会能够原价抢到自己的第一双 Bite Bunny坏兔子了 但比较好的呢是这个颜色在二级市场的再收价值呢也没有非常夸张 所以呢之后可能会以一个二级市场的再收价值呢入手一双自己的尺寸 毕竟我感觉这个质量呢还是值得拥有一双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如果说刚才的那一双Half SB Dunk是第一次开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那一双 或者说呢如果那一双是纽约配色 我也会选择那一双 但是没办法呢 已经开过了 也成为过当时最喜欢的球鞋 所以今天的最喜欢球鞋呢 会给到这一双Mischief的Super Normal 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或者你非常喜欢今天开过的某一双球鞋 不要忘了给你再来个素质三连点赞准发交流员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